第三部的故事发生在一所州立监狱 这段会计德怀特兴奋地让典狱长比尔看完了两部人体武功 他迫不及待地请比尔对两部电影做出评价 比尔直言这两部电影拍得就像屎一样 自己现在隔着屏幕都能闻到屎味 他知道德怀特为什么让他看这两部电影 因为第二部电影的变态主角看上去就像刮了胡子的德怀特 这时旁边为比尔剪指甲的女秘书戴希突然剪疼了比尔 戴希连忙起身对比尔说 他还蛮喜欢这两部电影的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两部电影 他转头笑着对德怀特说 比尔不喜欢比他还疯狂的东西 见戴希调侃自己 比尔突然变了脸色 他将戴希赶出了办公室 戴希走后 德怀特笑着对比尔说 他找到了一个解决他们所有问题的办法 这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电话对面的警员让比尔去4号检察区查看一下 去检察区的路上 德怀特对比尔说 相较其他监狱 他们监狱的人员流动 暴力事件频率 诉讼及医药费用开销 比起国内任何其他老药系统内的机构 都是最高的 他们得尽快改变一下 不然修斯州长就会让两人让位了 比尔咬牙切齿地说 不非他死了 一路上 两边牢房里的囚犯都在亲切地问候 比尔的家人和菊花 这是德怀特想继续向比尔提出他的解决方案 比尔没有理会德怀特 直接走进了4号检去 刚一进门 旁边牢房里的一个纹身光头就对着比尔一顿问候 比尔从德怀特那里问出了 纹身男是297号犯人 比尔咬牙切齿地告诉纹身男 自己很快就会回来收拾他 之后比尔找到了受伤的预警 旁边的预警告诉比尔是179号犯人干的 比尔在去找179号之前不顾预警的伤势 告诉医生琼斯 他一小时后会去琼斯那里检查身体 琼斯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下来 此时179号犯人已经被两个预警控制住了 犯人是用一根牙刷筒伤了预警 犯人看着走进自己的比尔 立即问候了比尔的菊花一顿 在得知犯人是用右手自娱自乐后 比尔掰断了犯人的右手 旁边的德怀特赶紧阻止了比尔继续动手 他让比尔考虑下医药费的开销 比尔临走时还不忘威胁犯人 等他的手臂长得差不多后 自己会再让他爽一次 此时两边牢房所有的犯人都在不断问候比尔 比尔深吸了一口气后 一边朝屋顶开枪 一边大声地让囚犯们放尊重点 但直到他射光了所有的子弹 囚犯们都没停止对他的问候 回到办公室后 比尔拿出血压仪开始测量血压 特怀特则一直听着隔壁的戴希 看到德怀特的眼神 戴希无奈地关上了房门 量完血压的比尔发现自己的血压又高了 他愤怒地将血压仪扔到了一边 并不断垂着镯子 旁边的德怀特又想对比尔说自己的计划 但刚一开口就被比尔制止了 比尔认为只有中世纪的酷刑 才能管教好那些犯人 德怀特反驳说 这些对犯人根本就不管用 国内每年有超过500亿的资金 用在了牢教上 然而有超过十分之四的犯人 释放不满三年 就又重新回到了监狱 那些中世纪的玩意儿根本不是解决办法 不过自己倒有一个解决办法 这是戴希拿着一个包裹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心情烦躁的比尔直接让戴希滚蛋 但看着戴希性感的屁股 比尔想起了包裹里装的是什么 他干嘛让戴希将包裹留下 之后比尔从包裹里取出了一个玻璃罐子 德怀特疑惑地询问比尔罐子里装的是什么 比尔达菲所问地说 非洲酋长用他们来获取神力 说完他从罐子里拿出两粒黑色的东西 放进了嘴里 吃完后 他告诉德怀特 罐子里装的是晒干的欢乐豆 德怀特大为震惊 这是旁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是一名囚犯 他告诉比尔他们很快就会到比尔的办公室 比尔大声地让德怀特马上给自己安排警卫 德怀特一脸不明所以 这是戴希突然开门进来将比尔吓了一跳 比尔一把将戴希推了出去 并锁上了房门 他惊恐地吃了一把欢乐豆后 躲到了桌子下面 不明所以的德怀特给预警打了一个电话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预警告诉德怀特 是346号囚犯 利用一跃一次的家庭电访机会 给比尔打了骚扰电话 在得知是虚惊一场后 比尔刚要从桌底钻出 门口就又传来了敲门声 比尔连忙又钻回了桌底 德怀特打开门 发现敲门的是戴希 戴希告诉比尔 琼斯一声让他过去检查身体 比尔愤怒地大喊 他要弄死搞事的人 之后琼斯检查出比尔的心脏可能有些问题 比尔愤怒地对琼斯说 自己可不是花钱让他来说坏消息的 琼斯想给比尔抽个血 再做一个新建图 比尔却一把抓住琼斯的耳朵 让琼斯快点给自己好消息 不然他会让琼斯吃不了兜着走 接着他大声询问琼斯 自己是不是没什么毛病 琼斯无奈地回答 他健康得很 之后比尔来到了惩罚犯人的牢房 之前给比尔打骚扰电话的囚犯 被固定在了牢房的桌子上 比尔缓缓地将头贴到了大声辱骂他的犯人头上 这时两名狱警拎着三桶水走了进来 比尔摸了摸水桶里的水后 大声地告诉狱警 自己要的是废水 两名狱警又动神去为比尔换废水 旁边的德外特劝比尔不要再浪费医药费了 再这样下去 两人的工作都要保不住了 此时戴希来到牢房告诉比尔 休斯周转20分钟后就会到达监狱 比尔大吃一惊 他还以为休斯周四才会来 比尔走到戴希身边对戴希说 他要尽量勾引休斯去摸他的屁股 那让他们就能告休斯性骚扰了 戴希在临走时询问比尔今晚的死刑 他要不要去 比尔回答 自己永远也不会去看那些 没有痛苦挣扎的注射死刑 片刻后 两个狱警拎来了四桶废水 比尔对囚犯实施了他自创的水刑升级法 废水刑 他先是将毛巾蒙在了囚犯的脸上 然后连续将四桶废水倒在了毛巾上 等废水倒完 毛巾已经和囚犯的脸粘在了一起 他再缓缓地将毛巾扯下 囚犯的脸已经被烫得不成样子 囚犯口齿不清地大骂比尔是个疯子 没过多久 休斯周长就来到了比尔的办公室 戴希在门口想要上前勾引休斯 却被休斯拦住 随后休斯来到里屋坐到了比尔的面前 比尔立即打开桌上的顶级雪茄让休斯品尝 休斯却说自己只抽狗巴雪茄 比尔摘下眼镜对着休斯就是一顿马屁 拍马屁的时候 比尔顺手拿起旁边的国旗擦了擦脸上的汗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了 他对休斯解释说都是因为天太热了 自己快被弄疯了 休斯却笑着说 他觉得是因为比尔那不堪入目的财务报表 比尔立即将锅甩给了德怀特 德怀特结结巴巴了半天 只说出了一句 他们的支出确实不是很有节制 比尔立马结果话都说 他不得不开除可怜的德怀特了 休斯却直言 德怀特要给他背锅确实可怜 但德怀特和这件事没关系 以暴制暴只会显得毫无管控能力 比尔唯一做成的一件事 就是在自己的选举年把自己给毁了 休斯警告比尔 他两周之后会再来 等自己再来的时候 希望监狱的情况能有所改变 但要还是老样子 比尔两人就准备走人吧 比尔连忙点头答应了下来 然后他笑着将休斯送出了办公室 休斯走后 比尔对着门口破口大骂 在一通发疯后 比尔决定要淹了所有犯人 虽然德怀特极力制止 但比尔依然让他将所有犯人都叫到操场集合 犯人集合好后 比尔站在撩望台上 拿着大喇叭对犯人说 监狱就像一个养猪场 而自己就是他们的主人 自己的爷爷在德国有一个很大的养猪场 他淹了上前头猪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高碗素太多了 导致他们非常不听话 自己和他们说这个故事 就是为了从所有犯人中选出一位幸运儿 来抢先体验变成太监的感觉 等把他们都淹了之后 他们就会变得友好温和 这样就能重新融入社会了 此次被选中的幸运儿是文申哥 之后文申哥被带到了惩罚犯人的牢房 看着门口正在用火给刀消毒的比尔 文申哥还是狠狠地问候了比尔的嘴巴和菊花 比尔来到文申哥面前 斜笑着对文申哥说 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就已经约宝贝无数了 看着比尔变态的样子 文申哥也留下了冷汗 随后比尔吩咐预警将文申哥按在了墙上 比尔从身后割下了文申哥的蛋蛋 比尔吩咐德怀特将蛋蛋交给厨师 他要三分手 午饭他要吃 说完他将蛋蛋放到了德怀特手里 然后他用鲜血抹着自己一头一脸 他还不忘让狱警将文申哥带到穷死那里封好伤口 中午 戴希在为比尔服务的时候 突然停下对比尔说 德怀特在旁边自己有些放不开 比尔停后强行将戴希的头按了下去 并说戴希把德怀特当成自己的宠物就好了 看着戴希为比尔服务 德怀特用力地在文件上盖着印章 戴希服务完比尔后 比尔让戴希将营养吞下去 戴希连忙摇头拒绝 但比尔却说自己将戴希的父亲弄出了监狱 戴希就应该好好感谢自己 戴希无奈只能照做 这时戴希看到了桌上的玻璃罐 他以为是糖果 便询问比尔自己可不可以吃一颗 德怀特想要提醒戴希 却被比尔制止 戴希吃了一颗 发现这糖居然是咸的 比尔让戴希回去工作 戴希走到门口时 比尔的午餐也刚好送了过来 预警将午餐放到比尔的桌子上后 就离开了办公室 离开办公室的戴希 在电话里和爸爸报了平安 看着吃淡淡的比尔 吃着面包的德怀特已经要吐了 戴希也因为刚吃完营养 而吃不下桌上的草莓 只有比尔一个人吃得津津有味 看着桌上的报纸 比尔和德怀特聊起了 昨晚被处死的囚犯 将报纸拿开后 比尔发现德怀特又将人体 无共光盘放到了自己的桌上 比尔大声地说 只有阉割酷刑 才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他拿起光盘询问德怀特 为什么要将这玩意儿 放到自己的桌子上 德怀特又想对比尔说自己的想法 这是一通电话打断了两人的谈话 电话对面的狱警告诉比尔 文森哥就快要醒了 挂掉电话后 比尔兴奋地对德怀特说 文森哥一定会服服帖帖的 来到病房后 比尔先是来到了被浇费水的囚犯床前 旁边的医护人员在比尔的示意下 将犯人脸上的绷带取了下来 看着痛苦的囚犯 比尔笑着调侃了一句 被取下绷带的囚犯愤怒地问候了比尔一顿 隔壁床被掰断手臂的囚犯也跟着一起问候了比尔一顿 比尔只是默默地上前将他的手臂再次掰断 来到文森哥的病床前 琼斯告诉比尔 文森哥还很虚弱 自己已经帮他用了止痛药 比尔自豪地告诉琼斯 是自己亲手厌割了文森哥 并且明天他要把所有犯人全都演了 说完比尔坐到了文森哥的病床上 多埃特对琼斯说 就此负伤也很不容易 辛苦他了 琼斯告诉多埃特 他欠了比尔一个很大的人情 这是唯一一家不需要自己有执照去让自己认职的医院 比尔也在旁边笑着说 他知道感恩就好 之后比尔叫醒了文森哥 并询问他现在是不是感觉平和 甚至还很感激自己 文森哥一把抓住了比尔的衣领 对比尔说 他即使拿了自己的蛋蛋也没关系 自己也不需要 等自己恢复了 自己会搞些刺钢丝 比尔就等着菊花不保了 并且他会将比尔在德国的父母从地下挖出来好好招待一下 德怀特此时又对比尔说 他的方法是行不通的 比尔气急败坏地让德怀特闭嘴 之后他转身掐住了文森哥的脖子 直到文森哥心跳停止 比尔才松开了手 随后他让琼斯将文森哥救活 经过一番抢救后 文森哥再次睁开了眼睛 比尔却又再次掐住了文森哥的脖子 他决定要再杀文森哥一次 旁边的琼斯被比尔的行为惊呆了 但这次只掐了一会儿 比尔就无力地摊在了文森哥身上 他起身对几人说 太他妈热了 说完他离开了病房 德怀特此时掏出光盘 说想给琼斯看看 琼斯回答自己已经看过了 真的很不错 一直到傍晚 喝得乱醉的比尔才回到了办公室 德怀特询问他去哪儿了 比尔却一声不吭 在椅子上坐好后 比尔说自己要杀了那些囚犯 然后再杀了德怀特 然后再自杀 连阉哥这么天才的想法都失败了 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难道自己就只能等着被开除吗 德怀特起身来到比尔面前 大声地质问比尔 他是认真的吗 这也是自己的工作 自己的生活也同样岌岌可危 比尔不敢相信 德怀特居然敢这样对自己说话 德怀特接着对比尔说 自己这几天都试着告诉比尔自己的方案 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 他们只要把犯人做成人体武功就好了 比尔认为德怀特的建议纯属扯淡 德怀特却认为这是可以实现的 他已经让戴希约了电影的导演希克斯 而且希克斯说了 从医学角度来看 百分百能让他们浑然一体 比尔认为希克斯简直是想死想疯了 他让德怀特去打电话告诉希克斯 他不会跟这么一个拍电影的导演 来讨论他的恋史情节 德怀特大声地对比尔说 那他们两个人就等着被开除吧 比尔愤怒地告诉德怀特 他被开除了 德怀特也愤怒地对比尔说 自己一直很尊重比尔 甚至把比尔当偶像来崇拜 自己留胡子也是为了能看上去多少有点比尔的风采 但现在自己已经看清了比尔 比尔就是个卑鄙无耻的虐待狂 说完德怀特离开了办公室 在临走前 德怀特将一双丝袜递给了戴希 戴希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 德怀特走后 比尔对着门口大喊 自己可是刚拯救了他的人生 旁边的戴希似乎有些难过地低下了头 随后比尔将自己的脑袋插进了垃圾桶里 他大喊自己恨所有人类 发泄了一通后 比尔拿着喇叭来到了瞭望塔 他将所有人都骂了一遍 之后他缓缓地倒了下去 深夜 一个人在餐厅喝酒的比尔 被一帮囚犯堵在了餐厅 比尔用哭腔对囚犯说 自己只是照张办事 尽职工作 请大家原谅自己 让自己离开 但下一刻 比尔又改变了态度 他大声地说 自己允许他们马上离开 去找自己的家人吧 这众人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他又哭着说自己心脏不好 还有糖尿病 自己现在太紧张了 可能会猝死 说完比尔躺在了地上 囚犯们上前按住了比尔 文生哥对比尔说 他不会弄比尔恶心的菊花 他要弄比尔的肾 几个囚犯将比尔翻到背面 文生哥一压刷 在比尔的腰上捅了个洞 接着他侵犯了比尔的腰 其他囚犯都在为文生哥加油 突然 比尔从办公室的地上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只是一场梦 他摸了摸自己的腰 发现没事后 松了一口气 这时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 他们的预警告诉比尔 希克斯先生到了 比尔让预警将希克斯放了进来 此时德外特又回到了办公室 戴希高兴地和德外特打了个招呼 刚一进门 德外特就被比尔用枪指住 比尔质问德外特 自己不是已经将他开除了吗 德外特认真地对比尔说 自己是来给比尔最后一次机会的 如果比尔对自己说的没兴趣 自己马上就离开这里 此时希克斯也来到了办公室 戴希兴奋地向希克斯要着张签名 然后他将希克斯领进了比尔的房间 比尔并不是很欢迎希克斯的来访 德外特子对着希克斯拍了一通马屁 这时琼斯也赶到了办公室 他刚一坐下就对比尔说 文森哥心脏病发作了 自己不得不再救他一次 现在他的情况已经稳定了 说完琼斯热情地和希克斯打了个招呼 之后四人聊起了人体蜈蚣 在监狱中实施的可能性 比尔大声地对几人说 在自己的监狱里 所有事都是自己说了算 人体蜈蚣什么的纯属扯淡 希克斯反驳说 人体蜈蚣确实是百分之百没问题的 自己咨询过一位正牌的外科医生 他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手术报告给自己 他说他是可以在他的医院里 完成人体蜈蚣手术的 说完希克斯把报告和原理图交给了琼斯 琼斯看完后 认为人体蜈蚣绝对可行 但在愈合期间 犯人必须用到抗排医药 同时也少不了被感染的风险 德外特兴奋地询问琼斯有关排泄功能的问题 琼斯解释说 粪便不会被外界细菌所感染 因为粪便会从一个消化道转到另一个消化道 所以不会造成什么危害 当然 这个也不会有什么营养价值 从另一个方向来说 如果你进行了一系列的液态维生素和矿物质注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都是能维持基本寿命的 笛尔听完后 突然态度一转 起身摘下眼镜 郑重地对几人说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这个办法比中世纪酷刑好多了 也比阎哥淡淡好多了 简直就是全国超一流的老教措施 笛尔决定马上开始执行这个方案 德外特在旁边提醒笛尔 手术执行起来可不像电影里那么简单 他们得考虑到实际情况 犯人刑期结束后 他们必须被安然无恙地释放 所以我曾经想到这个 我们有什么地方 我们有的是 不够的脚尔 我们有一个脚尾部 带来的脚尾部 所以他们不能阻止 脚尔的进入了他们的系统 不够的脚尔 我们直接吸引 来使用避免避免 这部份 接着把头接到人前面的肩膀 我们有个系统的绿币币 可以安装进入绿币 然后做出绿币 在结尾的证据 然后剩下的证据 只剩下的尾巴和尾巴 琼斯认为德威特的做法非常明智 但是要自己去做这些都严重违背了自己的入职宣言 但如果自己不参加的话 自己就会被开除 希克斯说 自己当初拍摄人体呜工最初的想法 是用水缸风和来惩罚一个喜欢猥亵儿童的胖卡车司机 自己很喜欢这个想法 比尔说 自己刚好给那些垃圾终身囚犯和人渣死囚 想到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但自己要先和琼斯探讨下 希克斯对几人说 比尔几人可以用自己人体呜工这个想法 但自己有一个条件 自己电影里用的都是些虚假的乳胶道具 自己只要求能让自己见识一下真正的实体嘴刚手术 比尔同意了希克斯的条件 并吩咐琼斯全权负责这次手术事宜 比尔向琼斯保证 他很快就能领导全国各地的外科手术团队了 琼斯告诉比尔 在手术开始之前 他们得给所有犯人咽血 并检查一下他们的粪便是否有寄生虫 比尔只是说了句 无论他需要什么都行 比尔这时又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他要在那些囚犯每月一次的观影夜上 先让他们看看这两部电影 然后自己再宣布他们的命运 德外特认为这样不妥 那些犯人很可能会暴动 他们不能让犯人知道这个想法 但比尔完全不在意德外特的意见 傍晚 监狱为囚犯播放了两部人体无功 很多犯人都认为这两部电影太邪碎了 还有人认为这两部电影太不健康了 必须封禁 电影结束后 比尔和德外特走到了幕幕前 比尔朝天花板射了一锁子弹 让罪犯安静了下来 Distraction rote and mantle training The world's first human prison centipede Will finally teach you how to become human I don't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idea Literally Only a fucking hands and knees you ugly pussy mouth sewn to an unwired asshole feeding of the diarrhea from your fellow inmate I can't wait to see your food beer刚说完 犯人就开始暴动 两人在预警的帮助下 成功回到了办公室 戴希想要进门 询问发生了什么事 却被beer一把推了出去 beer直接将大门反锁 被beer折断手臂的囚犯 第一个来到了办公室 戴希虽然一直解释说 一切都和自己无关 但古哲歌还是暴打了戴希一顿 其他犯人拿着灭火器 很快就将大门砸掉了一块门板 比尔尖撞连忙从窗户跳了出去 德外特拿起枪 又吃了几颗风干欢乐豆 打算做最后的抵抗 这时 之前德外特呼叫的特种部队 终于赶到了监狱 很快 特种部队就镇压了犯人 得救的德外特 将嘴里的欢乐豆又都吐了出来 之后他在操场找到了比尔 德外特告诉比尔 戴希伤得很重 但比尔却完全不在意戴希的死活 他让德外特马上叫医疗队 来看看自己的状况 德外特走后 比尔对着天空大喊 人间炼狱就要来临了 之后比尔亲自用麻醉步枪 将所有犯人都麻醉了 所有犯人都被抬到了医务室 比尔拿着大喇叭 为囚犯讲解了手术的细节 手术开始后 德外特询问比尔 要怎么处理那些终身犯和死囚犯 比尔只是回答 到时候他就知道了 随后比尔询问琼斯手术怎么样了 琼斯告诉比尔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五支外科手术团队正在马不停蹄 每三个犯人组成一个蜈蚣段 完成后 就会被带去外面搭建的帐篷医院 然后再把他们缝结起来 来组成人体蜈蚣的整体 两人都对流程非常满意 之后琼斯将比尔领到了一个 患有克罗恩病的犯人病床前 询问比尔应该怎么处理 比尔询问什么是克罗恩病 琼斯解释说是一种炎症性肠病 患者会一直拉肚子 比尔听后笑着决定让文森哥来享受一下飞溜三千尺的感觉 文森哥祈求比尔别将自己缝尽人体无功 比尔却说 他的哀求让自己更兴奋了 比尔嘲讽文森哥只能在梦里意淫自己的复仇大忌了 琼斯此时告诉比尔他们还有另一个问题 他将比尔领到了另一个犯人的床前 这个犯人身上有一个灶口 犯人兴奋的对比尔说 他现在终于知道上天为什么给了自己一个灶口 比尔认为灶口可能是假的 他一把撕下了犯人肚子上的袋子 从袋子里和肚子上传出的恶臭 让比尔确定了造口是真的 比尔询问琼斯 没办法把这个犯人做成蜈蚣节吗 琼斯回答没办法 他的职场被缝入了 比尔让琼斯将犯人处理掉 琼斯坚决反对 他可以配合比尔手术 但比尔不能让他杀人 比尔掏出手枪插进了犯人的肚子 一枪击毙了犯人 粪便崩了比尔一身 比尔将枪递给德外特 让他把枪清理干净 这时琼斯又推过来一个坐轮椅的犯人 询问比尔该怎么办 比尔抓着德外特的手 一枪击毙了犯人 德外特询问比尔两人 是不是可以去见见戴希 之后两人来到了戴希的病床前 戴希已经被打得不成人样 德外特难过地说 戴希是这里唯一甜美的存在 他认为应该把戴希送到正规医院去治疗 比尔却觉得不需要 他又甩了戴希 看着不成人样的戴希 比尔突然来了兴趣 德外特恳求比尔不要这样 自己爱戴希 比尔嘲讽德外特 他的样子连充气娃娃看到了都会直接干瘪 说完比尔侵犯了昏迷的戴希 德外特只能在窗帘后痛苦地看着 看着操场中的帐篷医院 比尔让德外特确保州长到监狱的时候 世界上第一只人犯无公首次亮相的事宜都已经安排妥当 德外特自信地说 只剩16个左右的犯人在处理 在那之后人犯无公就大功告成了 完全按时完成且都控制在预算之内 比尔兴奋地一口吃光了剩下的风干欢乐豆 随后两人排练了一遍州长再次来访监狱的情景 在两人的排练中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比尔感动地吻向了镜子中的自己 这时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比尔连忙一脸谗密地接起了电话 当得知是希克斯来找自己后 比尔立刻拉下了脸 片刻后 比尔带着希克斯来到了一个正在拉屎的犯人牢房前 看到比尔几人的到来 犯人拿着自己的大便开始吃了起来 他嘲讽地对几人说 自己已经在吃自己的大便了 自己想做人犯无公的无公节 比尔掏枪击毙了囚犯 随后他大喊 自己再也不要监狱里一片恶臭了 之后比尔将希克斯带到手术室 参观了人体无公的手术过程 看完手术后 比尔想让希克斯见识一下 自己原创的人体无公改良版 他将希克斯领到了对面手术室的窗前 里面的医生正在将犯人的四肢锯掉 血型的画面让德外特不忍直视 希克斯直接看得吐了出来 州长再次访问当天 比尔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血压降下来了 德外特也兴奋地过来报告 人体无公非常完美 这是旁边的电话响了起来 电话对面的预警告诉比尔 修斯州长已经来了 比尔兴奋地骂了州长一句 他没有注意到 州长已经到了办公室门口 比尔有些尴尬地骂起了德外特 修斯也没有客气 他刚一坐下就问候了比尔两人一顿 并告诉两人两人都被开除了 比尔笑着对修斯说 所有问题都已经成为历史 自己采纳了修斯的建议 比尔又对着修斯拍了一通马屁后 将修斯带到了操场 修斯被操场里的情景惊呆了 修斯一脸懵逼地询问比尔 整得这是什么玩意儿 比尔让德外特好好和修斯讲解一下自己的创意 德外特一边走一边对修斯说 国内每年有超过500亿资金用在了牢教上 然而超过十分之四的犯人 释放不满三年就会又重新回到监狱 尽管这些都大量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支出 但是再也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 他们制作的人犯蜈蜈将显著减少犯罪 他将对任何企图犯罪的人起到威慑作用 而且再也不会有惯犯出现 这是修斯在蜈蜈节里发现了比尔的秘书戴希 比尔笑着解释说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异性测试 说完他又领着修斯朝旁边走去 德外特难过地攥住了戴希的手 但比尔马上就叫他为修斯讲讲节约资金的事 德外特对修斯说 人犯无功将能为国家节省数十亿资金 他们可以在监狱职工上 食物上 饮料上 书籍上 电视上 和住房上都省下来 连捞房门栏他们都用不着了 旁边的比尔接着德外特说 他们甚至还能省更多钱 如果把犯人连成一个圈的话 就会像一台涌动机 犯人的粪便永远来回循环 食物也用不着供给了 只要注射廉价的水和液态维生素就行了 省下的钱可以用于学校 医院 疗养院 以及修路 事实上随便修斯想用在哪 这样的话 纳税人也会支持修斯的 随后比尔将修斯领到了旁边的操场 比尔兴奋地让修斯欣赏他原创的人体毛毛虫 人体毛毛虫是专为终身犯和死囚犯设计的 修斯被震惊得无话可说 之后比尔又将修斯带到了医院 病床上正躺着一个刑满释放人员 比尔对修斯说 证明犯人也已经体验过人犯无功了 他马上就要回家了 在他身上留下的就只有嘴巴和肛门周围的少许疤痕 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 别人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疤痕 就知道他以前是人犯无功的一部分 这又是一个让人畏惧的东西 比尔转身询问犯人还好吗 犯人说了一堆三人都听不懂的话 说完比尔将犯人送出了房间 比尔笑着询问修斯是怎么想的 修斯无语地说 比尔两人侵犯了人权 也彻底违背了职业伦理 他们两个疯了的变态会被判死刑的 比尔这时又想将锅甩给德怀特 但修斯已经不想再听比尔的辩解了 他静止离开了监狱 比尔愤怒地对德怀特怒吼 修斯一点都不买账 两人无力地坐在了病床上 片刻后 比尔拿着枪想要自尽 但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没能下去手 他转头又用枪指向了德怀特 德怀特惊恐地让比尔别开枪 这时琼斯找到了比尔两人 琼斯兴奋地询问比尔 自己什么时候能领导全国的外科手术团队 自己已经迫不及待了 琼斯的话刚说完 比尔就一枪打到了琼斯的肚子上 琼斯倒下后 比尔又上前补了一枪击毙了琼斯 此时 修斯将车停在了路边思考了起来 将琼斯击毙后 比尔又将枪抵在了德怀特的头上 这时修斯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修斯点了一根雪茄后 笑着对两人说 国家需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可能会让自己当上总统 比尔说服了自己 这真是天才之作 他告诉比尔 不用再改动任何一处了 自己在华盛顿的朋友们 肯定会觉得难以置信 说完 修斯又离开了监狱 德怀特骄傲地对比尔说 这是自己的主意 比尔也感动地对德怀特说 他简直是个天才 原创非常莫属 说完两人抱在了一起 比尔抬手一枪击毙了德怀特 之后比尔擦掉手枪上的指纹 放在了德怀特身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和导演拍的前两部 风格又变了许多 整部电影不仅不压抑 有些地方还有些搞笑 虽然也有些恶心的地方 但没有前两部那么让人难受 整部电影看下来观感还是蛮轻松的 而且电影里的脏话非常多 三聚不离对方的家人 最后希望喜欢的朋友能为视频点个赞支持一下 另外非常感谢关注我和微博三联充电的朋友们 谢谢大家了 拜拜